上课的位置了 好 那因为时间的关系 那我就稍微讲快一点 这个是一个影像处理的自由软体 一个汇图向量汇图的自由软体 也是我们就是创客界用的最多的向量汇图软体 它是完全自由免费的 所以你不用担心那个版权的问题 不用担心版权的问题 那你下载好之后 直接安装 直接把它安装起来 然后安装好之后 它会长这个样子 那请你直接把它打开 第一次开的时候 它会等待比较久一点 第一次 只有第一次会比较慢 之后就会蛮快的 那就请各位把它打开 然后直接按新增文件 新增文件 那你们的那个功能表应该会比较小了 因为我这边我有特殊设定过 所以我的功能表比较大 因为方便那个远距或者是 在讲解的时候 台下的老师们看得清楚 所以我的画面稍微比较大一点 好请各位就把它打开 那向量绘图的方式跟一般 我们以前小画家绘图的方式是完全不一样的方式 以前小画家那个叫点正图 那点正图的很大缺点就是放大之后会失真 放大之后会失真 那向量图就是放大不会失真 那所以他们的那个绘图的方式也是完全的不同 完全的不同 那我举个简单的例子 简单的例子 以前我们画 比如说画一只小鸡好了 小鹅好了 那我们在向量绘图这边是这样画 小鹅我就直接选铅笔 然后我先画一个鹅的外观 对不对 好 好我先示范一下 好你没有即使你没有那个 你没有那个艺术细胞对不对 画出来很丑 然后你还没有手写笔 所以画出来就是用滑鼠画就是这样歪歪扭扭的 但是呢 向量绘图它好用的是因为它有节点编辑模式 所以我们在选到这一只你画的丑不垃圾的鹅的时候 你可以点节点编辑 那你就会看到它很多那个弯曲的节点 这个就是它的节点 它的节点 那所以这时候我们如果透过那个 简化节点 简化 这个 Ctrl L Ctrl L 好记得 太久没画 真的 所以你选到你的物件之后 它会有很多节点 这个节点就是弯曲的点 弯曲的点 那所以当你要把它做美化的时候 我就Ctrl L 它就会把那个节点变少 然后图就会变得比较幅度稍微美观一点 所以我这多按几次 你的线条就会变优美 那所以再来我进一步修改了 就是比如说这个地方我不需要节点 我把节点拿掉 那这边我如果要嘴巴尖一点 我就调整这个节点 然后这个节点的两边各有一个调整 它的弯曲幅度的地方 所以你就可以稍微 透过这样稍微的调整 这个不需要的就拿掉 你就会发现你的那个图 这个有没有 整个美观的程度 就会不一样 就会不一样 所以你就可以这样很简单的 稍微调一下 你的图就会变漂亮 你的天鹅就会有那个样子出来 所以这种方式是以前我们 以前我们用纸笔绘图的时候 所比较没有办法处理的 那在数位绘图它是这样处理的 然后它的每一个东西叫做一个物件 那所以你可以去直接去填色 填色 那所以它的它其实它每一个那个 它的画的画法就是你的这个 而本体可能是画一个物件 然后你的翅膀 翅膀可能又是另外一个物件 我们一样可以这样 然后Ctrl L 把它简化一下 然后把那个 颜色稍微修改一下 作为另外一个物件 那所以它其实是用 这是有两个物件 两个物件去做堆叠 那每一个物件它可以决定说 我要放在原先的物件的前面 或是后面 它可以放那个 放前面放后面有涂层的概念 所以它画一个东西 事实上是很多个图去把它堆叠起来 这个是向量绘图的概念 那向量绘图有一个好处就是 它的这个图片 你再怎么拉近看 再怎么放大 它都不会糊掉 都不会糊掉 都不会糊掉 那如果你是用一般的向量图 一般的JPG 我们来找个随便的JPG 好 Ctrl V贴上 好各位这是一个 这是一个随便捡来的JPG的图 那当你拉近看的时候 你看一下这个边边有没有 它的图是会呈现那个一格一格的点阵图 这个叫点阵图了 所以它的图不会很好看 尤其是放大的 放大的时候 那这种图就比较不适合做那个 雷切啊3D的处理 所以我们一般在做那个文创商品 都要用向量图 好那重点就来了 我们怎么把一般的图变成这种向量图 那其实在我们inscape里面 如果你不是会自己画图的人也没有关系 但是你要会用这个功能 这个功能非常非常的重要 而且使用频率非常非常的高 如果你是拿来做雷切 或是做文创 我们通常在做图形的转换都会用到这个功能 那我简单的来示范一下 那各位可以跟着做了 我先把这两个旧的图删掉 对不起老师我已经搁不上进度 你这个怎么开启这个 我刚刚只是示范而已 这个不用跟着做 现在才要开始跟着做 我的意思说 要怎么开启这个编辑这个页面 那从哪里点 好你的 你刚刚不是下载一个软体把它装起来吗 那装起来之后就会有这一个捷径 所以你直接这个捷径把它点两下打开 就可以了 这个是我们现在号称 就是国中小要教绘图 我们其实都教这个 就不再教什么小画家之类的 那既然是 既然是那个学校的教育 我们也不能教违法的 所以我们更不会去教Adobe全家童 因为那个太贵了 你学校买不起 就算你买得起 学生也不可能带回家用 所以回家也没有 所以这会变相鼓励盗版 所以我们不做这种事 那我们就尽量用自由软体 那所幸这个inscape实在太强了 该有的功能都有 又是免费自由的 好 那各位到进到这里了吗 如果没问题的话 我们要正式开始让大家跟着做 我只教一个功能 这个功能是 是我们在做文创 做创客 用的最多最多最多的功能 但是我还要讲一个快速键 在inscape里面 你要把你的作品拉远拉近 你可以按着键盘的control 然后把你的滑鼠 滑鼠的滚轮往前滚 就是拉近 往后滚就是拉远 所以你当你要找你的作品 或者你要做比较细部的处理 你的箭头停在 你的那个滑鼠 游标停在哪里 往前滚就是那个地方放大 往后滚就是缩小 所以你可以很容易的去找到 你的东西的位置 那当然你也可以拉这个卷轴 左右的卷轴 但是拉左右的卷轴 手就比较不好操作 所以我们习惯都会按着键盘的control 往前往后滚 往前往后滚 好这是最基础的那个操作 好我们现在来来抓一个图 请大家跟着做 我们只做这一个练习